园林镇美术设计连展 至今已迈入第十三届 自五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在园林重拾高工活动中心展出 第十三届的美术连展 我们的七所国中国小高中的七所学生连展 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艺文扎根 现在的小学生 他们在设计上真的思维跟我们以往不一样 那也是突展他们的创作 那我们其实这次的美术连展 能带动八百多位的学生 在每一个分校里面 把艺术扎根往上提升 让我们艺文园林的梦想能逐步的实现 本展览结合园林七所学校 是一个从小学贯穿到大学的 美术即设计的联合展览活动 美的开始从生活 今天从侨信国小 明伦国中 然后园林高中 园林重拾高工 以及园林家商 中州科技大学 以及园林社区大学 总共有七所学校 要办理第十三届的美术设计连展 今年度主办学校 是由园林家商主办 来到了我们园林重拾高工 每一所学校的大案官大兵 那市长都认为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从小学习美 一直到活到老 也把最漂亮的东西都讲出来 此次明伦国中展触的作品 有一百多件 内容包含西化 活化 还有立体设计作品 还有书法 每一件作品 都是学生上课的精心制作 还有老师指导的精华作品 为了祝福他们的导师 曾冠博老师 新婚美满 特别为他们制作了幸福碑店 我们也把这个幸福碑店 融入这一次的展览 跟他们的生活 来做密切的配合 此次参展的百余件作品 包含水墨 水彩 油画 综合媒材 书法 版画 设计 影片 动画等 种类繁多 内容十分多元 包括了平面设计 绘画 素描 以及立体造型 等等的作品 相当相当的一个多元 这也展示了我们平常 侨幸国小 美术班的一个教学 努力的一个成果 学生都相当的一个高兴 有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的一个舞台 我会想要画这幅画的原因是因为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了 三只很漂亮的神像 这幅画是我用水彩跟水墨画的 然后 也谢谢老师指导我 让我画出这么漂亮的画 那我很喜欢美术 我觉得美术可以为人带来正面的想法 然后 我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 这次的连展 看了一出偶像剧 觉得石头很可爱 然后我用了金窗圈 还有 那个 布织布 还有一些纸板 跟这个塑胶的杯套 我要还有下面这个盒子 我来呈现这个石头很可爱又很活泼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是我要用那个蜡笔 然后涂在纸上 然后再把它户备起来 提在泡棉杖 然后把它提在纸上 然后因为我会想做这幅画是因为 我之前有去看那个灯位 然后里面有龙 还有一些吉祥物品 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出来 透过本次展览 我们可以看到每位同学 将生活中的观 寿 文 运用索学之能 呈现在作品中 充分展现 一世代艺术 新锐的观想 公益频道林俊敏 袁林采访报导 谢谢